好 另外一个我请帅阳君一起讲 这两个一个是美国孟岁 一个是中欧班列 两个其实都跟国家的实力相关 你看到一个这个美国重登 重启了这个登月计划 但是当时这个口号唱得很响 但现在渐行渐远 据说NASA开始贱卖相关的设备 没办法 他没办法 这真的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主要是因为这个钱的关系 预算严重超支 干脆整个中止 那8月9号NASA发布了这个资讯征询书 征询美国公司还有这个机构之后呢 就这个等等 开始把这些相关的设备 慢慢地把它卖掉 当然对照大陆的这个长五 长六等等 你会看到第一个登月的美国 今天这个实力不在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一度引发了 很多西方国家的一些恐慌 还有些阴谋论 但是你看到今年1到7月份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了1.11403列 这个发送货物 这个标箱每个月其实都会有公布 它是连续三个月 单月开行就超过了1700列 在这个项目上就是不断再创新高 当然因为现在这个海运千里迢迢 很多官官卡卡 这个中欧班列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很多事情都还在观望 中间有没有关税问题 有没有什么还有 欧盟有没有抵制 什么班列中间过去 有什么债务危机 谣言满天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营运 它有利可图的话 那当然就发展得很成功 所以问题中欧事实上就是说 经过实际操作以后 觉得值得划得来 比海运时间短 只要不是体积很大 很占空间的 我尽量用欧洲班列 那总比航空要便宜得多 第二个NASA的问题 常年的经费不足 你注意一个东西 人才就慢慢流散 你要hold住尖端的人才 做这个研究 你才能维持你在航态里面 有发展 有迅战 结果一连串几次实验失败 经费更难拿到 所以现在根本在太空里面 没办法跟中国来竞争 连合作都不可能 当初你这么藐视中国 不让他参加 今天中国也不让你参加 结果NASA现在最糟糕的是 太空人回不了家 原来只要在 原来预定是待八天 现在待了两个月 我不知道氧气还够不够 粮食还够不够 如果这样长期待 太空人回来的生理现象 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你长期在一个 失重的状态之下 你生活这么长的时间 回了地球 我看你走路都走不动 肌肉会消失的 所以NASA现在的声望 已经跌到谷底 尤其现在等这个 循环用的这个SpaceX那个 马斯克的那个时候 要等到九月 等到九月二号 我不晓得怎么熬得过去 所以这个问题 相信之下 人都畅衰 声音会越来越大 你要是美国的白宫 还愿意拨款吗 因为前两次 太空火箭都爆炸 还好是没做人 做人的话又死伤太空人 对 所以这个问题 你登到巅峰的时候 就开始要下降了 你不拿出很大的财力 人力物力去维持的话 你这个优势就没有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正在往上走 它还要发展这个 来回一箭十八星的 这个空中部星链的 这个火箭 可以回收运用 那就跟马斯克的那个 一样了嘛 对 对不对 那现在马斯克 必须要怎么不支持NASA 它非要等到九月二号 才给你安排 你不是有现成的东西吗 所以这个问题 越看越不好 越不乐观 对 所以我们也很替 这两名太空人担心 回不来活活在天上 真的不知道怎么结果 对 而且他们每在天上一天 就是对美国的一个 最大讽刺 对啊 就等到他家属出来 控告的时候 那就好看了 对 回不来 你把我送上去 我家里送上去 其实是回得来了 只是用什么方式回来 对不对 我觉得NASA 其实很明显 从什么时候开始 NASA开始走下坡 就以前我们都讲太空梭嘛 那现在来讲 NASA自己本身来讲 他自己不做太空梭了 他用什么 他用外包的方式 他包给下面 你们来竞标 那有两家公司去竞标 一家是波音 一家就是马斯克的SpaceX 他们两家公司竞标 那刚刚率先讲到这个太空人 在太空战里面 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他们是一定可以回得来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回来 第一个就是直接搭SpaceX回来 搭这个马斯克的那条太空船回来 那就波音就很没面子 我本来跟我竞争的公司 结果因为美国来讲 它有两个接口 总共有六个接口 有四个是俄罗斯的 但美国自己有两个接口 俄罗斯的太空船 跟这个美国的太空船 这不相容 所以它美国只能自己用它两个接口 那其中一个接口 现在接到的是谁的 是SpaceX的太空船在里面 它接上去了 那另外一个接口就是 这家波音公司的接口接上去 那现在就是氦气外漏 它要不然的话两个决定 第一个就是你冒险 让这两个太空船进去以后 把这个返回地球 可是万一波音这个接口 波音母汤 那万一如果说是 这个出问题的话稍微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它做这个SpaceX的太空船回来 那第三个方式又怎么样 就是把这家太空船丢掉 那波音公司再飞另外一架上去 然后接上这个接口以后再进去 那有没有来有 列英九号 它现在这家叫列英八号 再上去那家叫列英九号 它预定是今年九月份的时候上去 那上去带四个太空人 上去以后 这四个太空人就跟另外那两个太空人 现在太空站那两个 然后六个太空人 到明年二月份的时候 它这一趟的列英九号太空任务完成的时候 他们六个人一起搭这条太空船 再一起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美国会搞成这样 就是波音公司干嘛 它因为它是商业团体 我就是以盈利为目的 那我在造这个太空船后干嘛的话 我能够省钱就省钱 我能够偷工就偷工 所以它当初来讲 在地面上面 它已经发现有 氦气外漏的情形 那它为了它商与 它是勉强让它去升空 所以造成今天这种情形 合理来讲 如果说是今天 以向中国来讲的话 如果说发现这个太空船 在升空之前 有问题来讲的话 它应该就是整个 彻底检查完以后 我才能够升空 那波音不是这样想 它想要说 我这次如果不升空 影响到我列英九号的任务 所以我就勉强让它升空 认为说是没有什么关系 我上去以后 氦气外漏的不是很严重 只有小部分 但没想要上去以后 状况很严重 那现在来讲的话 它在太空中又修不好 所以它现在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第一个波音自己拉下脸来 跟马斯克拜托 说我那两个太空人 坐你的太空船回来 那第二个方法 就是列英九号上去以后 再把跟这个 列英九号上去的四个人 把这两个人一起带回来 那第三个方法 就是跟俄罗斯拜托 就是用俄罗斯那个太空船 把他人接回来 俄罗斯还没空 但是不管哪一种 方法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卤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好气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